前几日,罗云熙在拍戏时被对手戏演员打伤这个消息溢出,瞬间引起了许多粉丝以及观众们的关注。 后来工作人员解释道,对手戏演员是因为太过入戏不小心失手的。 剧组也在第一时间将罗云熙送到了医院进行治疗,目前已无大碍。 但是这个解释似乎并不能让大家满意。 罗云熙事件始末究竟是怎样的呢? 她的伤势恐怕会影响到后续的演艺生涯,而伤人者的道歉更是引起了众怒。 罗云熙事件始末究竟是怎样的呢?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。 对于罗云熙在拍戏时被对手戏演员打伤这件事,你觉得可气吗? 如果你觉得可气的话,请在评论区打上可气两个字。 关注演员罗云熙的朋友们都知道,罗云熙最近在拍电视剧《追光者》, 这也是这么多年来,罗云熙再次和搭档吴倩合作的一部电视剧。 所以很多人都对这部剧充满了期待,希望能够看到罗云熙在剧中精彩的演艺。 但是令大家没想到的是,一直拍摄很顺利的《追光者》剧组, 竟然在快要杀青时出了一些小插曲。 罗云熙竟然在拍摄过程中被对手戏演员打伤,伤势已经到了需要缝针的程度。 粉丝之所以非常担心,是因为伤在脸部。 我们都知道,脸对一个演员的重要性,尤其是对年轻演员来说, 很多粉丝看中的便是他们帅气的脸。 所以罗云熙这次受伤,让很多粉丝除了担心之外,也多了一些后怕。 随后剧组官方便解释道,罗云熙之所以受伤, 是因为对手戏演员没有控制好力度,失手,造成了罗云熙受伤。 目前已经转到了上海酒院的医学美容中心治疗了。 那她的伤势究竟有多重呢? 这是大家现在十分关注的问题。 根据相关人士的报道, 罗云熙不仅去了口腔科做缝盒, 还去了隔面部创伤科治疗。 这就说明罗云熙的伤, 绝不是剧组官方轻描淡写的那么简单。 其实在电影以及电视剧的拍摄过程中, 很多演员难免会受一些伤, 但是追光者可是一部都市励志片, 其中并没有达到的场面, 更不需要演员完成一些高难度的动作。 但是罗云熙却在这样一个剧组受伤, 这很难让人不去责怪剧组, 以及打伤罗云熙的那个演员。 很多粉丝也纷纷留言称, 究竟是用了多大的力气, 才能一个巴掌把人打到医院逢针? 粉丝心疼的不只是罗云熙因此受伤, 更是因为这次受伤会在很大程度上, 影响到罗云熙日后的形成。 熟悉罗云熙的人都知道, 罗云熙在结束这场拍摄之后, 很快就要进入下一个剧组, 和演员白露一起拍摄下一部戏, 但是谁都没想到竟然会在杀青的那个晚上受伤, 这一来之后的工作就没办法进行了, 不仅耽误罗云熙的工作, 更有可能耽误整个剧组的拍摄进度, 这是大家所不愿意看见的。 罗云熙如今走的就是偶像的道路, 但是帅气的脸上平添挤到伤疤, 这对罗云熙本人自然会造成很大的影响, 之后能不能恢复到之前的样子, 现在大家心里都很没底, 所以粉丝们的担心其实也不是空穴来风, 是真的在为罗云熙的未来着想, 在大家议论纷纷的时候, 那个一直没有出现的对手戏演员, 计判博终于出来了。 面对这次给罗云熙带来的伤害, 他表示自己现在十分的悔恨, 原本只是要表演扇巴掌, 但是没想到给别人打进了医院, 这似乎已经不是用力过大的问题了, 这最后一场戏拍得真是让人不上心啊。 更加令人恐怖的是, 有知情人士爆料称, 在计判博扇罗云熙巴掌的时候, 还带着自己的结婚戒指, 就是为了让画面更加真实, 所以敬业的罗云熙没有躲开, 但是谁都没有想到的是, 这一巴掌竟然打偏了, 打在了罗云熙的鼻子上, 而计判博的戒指就这样把罗云熙的脸划破了, 造成了出血的现象。 但是现场到底是什么样的, 我们现在也无从考证, 因为并没有视频流出, 现在都是大家的猜测, 以及一些不知道真假的爆料罢了。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, 这一巴掌确实对罗云熙先生造成了真实的伤害, 但是如今的互联网环境, 大家也都知道, 很多人对年轻的演员充满了偏见, 罗云熙明明是一个受害者, 但是却遭到了一些网友的恶心猜测和谩骂。 至于罗云熙被骂的原因, 相信我不说你也能猜到, 很多人在说明星受点伤怎么了, 至于闹得什么沸沸扬扬的吗, 这都是炒作罢了, 其实事情并不是这样的, 这件事情纯属意外, 不然哪个演员会傻到把自己的脸划伤来炒作福的同情呢? 更何况, 作为演员的罗云熙, 有着自己的作品也有一定的演技, 他根本不需要这些划众取宠的东西来博取人们的关注, 何况这也不是他第一次在拍戏过程中受伤, 之前的罗云熙就是因为在山中拍戏不慎伤到了右脚, 但是敬业的他只休息了很短的时间就回到了现场, 即使打着石膏, 坐着轮椅也没有说什么, 继续完成着自己的工作, 他敬业的程度在业内可是出了名的, 怎么会在这种事情上炒作呢? 完全是无疾之谈, 只是那些人对年轻演员的偏见罢了, 至于打伤罗云熙的演员, 季幻博也在道歉半小时之后又发微博称自己和罗云熙是好兄弟, 在不小心打伤他之后也十分害怕, 逼时间去扶了他, 还在现场扇了自己好几个耳光, 不出现就算了, 季幻博又出来解释的行为也让很多粉丝感到不满, 大家开始猜测, 季幻博打伤罗云熙, 真的只是意外吗? 还是别有用心? 这个季幻博又是什么背景? 但是大家的疑问最终都没有得到答案, 如今事已至此, 我们只能祝愿罗云熙早日康复, 恢复到之前的状态并继续工作, 也希望事情的真相总有一天会公布于众, 让大家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。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, 对于罗云熙拍戏被打伤这件事, 你有什么想法想要和大家分享呢? 欢迎评论区留言评论, 下期我们将会带来更多有意思的内容。